3月15号上午,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。 会议开始前,2019年全国两会最后一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 期间,四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走上通道,针对新时代民营企业的创新与发展问题回答记者提问。 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、亨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崔根良表示, 民企发展过去靠拼劲闯劲,现在要靠创新驱动。 那么民营企业过去的成长,靠的是平均场景,监控的奋斗。 未来的发展,靠的是创新驱动,高质量的发展。 民营企业要做强,必须要瞄准世界前夜的技术, 必须掌握制作科孔的核心技术和制作制作产权。 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、首席执行官丁世忠也就中国实体经济的创新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。 我们小的时候,我们以工匠精神做产品。 当我们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, 我们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,我们加大创新的投入。 之前,大家认为中国品牌只能卖低价,但是不对了。 只要你有足够的创新,中国的消费者,世界的消费者, 是能认同中国的创新的产品。 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,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, 奥盛集团董事长,总裁汤亮表示, 民营企业,尤其是民营制造业, 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,必须要迈过转型升级这道坎, 这是无法回避的。 转型不是转行,而是对主业的深耕, 只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的牛鼻子,才能追赶上时代的潮流, 才能在新时代做出新贡献。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,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, 则畅谈了5G,人工智能,物联网等新技术, 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。 他表示,在企业中推动质量变革,才能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。 当天的通道上,来自各领域的代表还就就业政策, 生态环境保护,乡村教育事业等话题,回答了记者提问。